好 指揮中心其實多次宣導民眾如果在採檢PGR的時候 一定要填寫正確的手機號碼 否則篩檢陽性會收不到簡訊通知 好 沒有想到呢 這一回是彰化信的衛生局最近發現說 有民眾也太配合政府了吧 結果導致醫療單位一度連落不到人 因為呢 他直接照抄政府宣導圖卡上的電話範例 填的手機號碼是0900000 好 衛生局看得真的是哭笑不得了 還要來看到現在確診人數由於持續的攀升 因此居隔單的發放大塞車 這一回是很多民眾呢 其實都沒有收到居隔單 就到了衛生所要求補發 但是在新北市的永和有民眾因為不耐久後 就對承辦的員警咆哮威脅 最後呢 承辦員也是不堪其擾 只好報警處理 光是永和衛生所一週報警的次數就有六七回 我要請居隔室啊 小朋友的居隔室 因為沒有收到啊 衛生所外大排長樓 民眾來申請遲遲收不到的居隔單 但有人不耐久後 對著承辦人員咆哮 還罵三字經 遇待威脅 讓承辦員不堪其擾 報警處理 剛才我們發號碼 我是有些人 但是覺得沒有排到 都很生氣啊 我們已經跟他講說排到這裡 就沒有了 他們堅持就不算去啊 事發在十七號下午 身穿黑色T-shirt的羅興男子 走到永和衛生所櫃台 比手畫腳 講到臉紅脖子粗 最後糞而離去 當天下午立民穿著長袖上衣的 誠信男子 同樣key put put 離開前還對承辦人員嗆瞎 就是因為號碼牌只發一百張 他們不滿領不到 就對工作人員咆哮 同仁心聲畏懼 決定提告 新北韓化中央系統問題盡快改善 確診數飆升導致居隔單發放也塞車 光是永和衛生所進一週報警次數多達六到七次 不只民眾被政策搞到天凡地步 第一線基層要應付民眾 還要消化龐大的工作量也紛紛叫苦 記者綜合報導 好 疫情持續的升溫 十八號更有多達八萬多人確診 這一回呢 李秉穎醫師在接受專訪的時候提到 臺灣的疫情就好像蚯蚓一樣 緩步上升當中 目前還沒有辦法預估本坡疫情最高峰 究竟會有多少人確診 但是呢 他也認為現在很多民眾自主防疫意識提高 有助於確診數字下降 這是好的現象 至於亞洲國家的高峰 持續時間普遍比歐美來得長一些 他說呢 如果真的要像日韓等國家一樣恢復常態 恐怕要等到九月份了 好 上海的疫情趨緩了 19號公布本土還有無症狀的感染 新增了719例 儘管防範區的人口持續增加 但是依舊沒有解禁 警方說了 如果有需要離開上海的人員 可以申請 審核之後呢 會出具離戶證明 但是只有在六個小時之內有效 而且離開上海必須要具備核酸抗原 還有離戶證明的部分 好 但是呢 由於現在急於離開上海的人太多了 也導致黃牛非常的猖獗 我們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維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